大家好,台湾的前领导人马英九在希腊参加德尔菲经济论坛 就东亚地缘紧张与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主任李承对谈 李承提到西方流传,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的台湾 马英九表示,根据1992年两岸达成的九二共识 两岸在各自宪法中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并可各自以口头表述自己对一个中国的含义 那么30年来一直中国与台湾有效的运行 而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可以称为一中两区宪法 九二共识,其中中华民国宪法密切相关 但是蔡英文在过去三年两次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显然违反了宪法第十一条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二条 也违背了自己在2016年宣誓就职时做出的遵守宪法承诺 迄今没有做出纠正与道歉 马九强调,俄罗斯与乌坎是两个独立国家 彼此间不存在这样的机制 台湾与中国不是 因此两个案例在本质上不同 不能轻易比较 台湾的陆委会强调 近年来在中共当局刻意持续以文攻武嚇各种手段施压台湾 企图迫使台湾接受他们的一个中国原则 国政府为了捍卫国家主权与民主自由体制 但是悍然拒绝中共政治勒索 这是导致两岸官方互动停止的基本原因 陆委会指出 马恩九不仅对两岸争议原委做了事实完全相悖的说明 更以利用现场听众无法理解两岸关系争议的情况 顺应中共的说辞 并借机批评我国总统 这是国人无法接受的事 里程会中也询问马 华盛顿在美中关系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马恩九表示 我认为与华盛顿方面最好的方式是鼓励台湾与大陆开展和平的协商 以避免台湾发生战争 在开放现场观众提问阶段 有观众质问是否应该担心中国通过军事手段 直接或间接干预台湾2024年大选 马恩九说 当然中国一直认为可以使用军事手段 但他认为此刻对两岸并没有准备这样做 他不相信现在中国占领台湾的时机 不仅是人道考量 更是因为任何军事干预手段会极大程度的伤害两岸关系 民进党的立委也对马恩九的谈话进行了抨击 说马恩九不谴质打压他的幕后黑手中国 只敢批评蔡英文 到国外还舔共骂台 真的是脑壳坏掉 王定宇日前接受采访 马恩九甘愿以超级矮化的中华台北国民党前主席身份出席国际会议 身为前总统 却乐于在国际场合攻击自己的国家 勇于诋毁自己国家的现任元首 甚至拒绝宪法 拒绝台湾现状 王定宇说马恩九在希腊论坛一再宣称台湾不隶属于中国是凑的 甚至在国际舞台上要求参员公开道歉 所言所行 不仅严重失格 且企图误导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声援 以及台湾在国际的认知 有了马恩九 中共很赏识 有这些荒谬的言行 台湾哪还需要敌人 这样的主张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 合理化洗白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马恩九在国际舞台失格 且伤害台湾所言所行 台湾应该严肃思考 马恩九是否还有资格接受纳税人提供的前总统优渥的礼遇 今天的马恩九基金会也进入回应 维持两岸关系稳定是国人的期盼 也有回归中华民国宪法 坚持两岸不是两国才能坚定守护台湾 蔡政府无能 只会扯台湾人后腿出卖台湾的利益 马恩九向国际发声 表达多数台湾人 希望两岸回到过去有尊严有和平的日子 洛伟会与外交部却变成了疯狗乱咬 外交部对马恩九出访摆烂 洛伟会恶意曲解马恩九的谈话 显然极不愿意国际听到马恩九的发声 见笑转生气 马恩九在两岸领导会晤时提出一中各表的角共识 也公开表明不会表述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 全文都还挂在洛伟会网站上 洛伟会居然可以信口开河捏造事实 这样的洛伟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他呼吁洛伟会主委邱太三既然透过新闻误导国人 公开否定中华民国宪法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走向蔡文的两岸互不隶属两国论 既然两国关系 洛伟会已无功能应该解散 邱太三应该立刻自治 最有趣的是台湾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29号采访时竟然默认了马云九的说法 他说马云九在国外的言行 让岛内很多人看了以后感到非常的失望 他不愿意多说 不愿意多说的意思就是他不能多说 因为马云九说的都合乎逻辑 就是在强奸台湾中华民国宪法 自己翻开中华民国宪法 所以我一直在说 台湾人一直在强奸自己中华民国宪法 那马云九实际这个说法就印证我之前 一直给大家讲 你这个陆委会你存在就证实了两岸 并不是互不隶属的 两岸既然是国与国的关系 那其他国家正常国家交往 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大陆委员会呢 为什么其他国家就没有一个陆委会啊 为什么就你台湾有啊 因为你有宪法呀 你宪法规定两岸关系 是特殊的关系 是在一个中国框架内的关系 它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啊 所以才有你陆委会 那你陆委会现在你说这个话 两岸互不隶属 那不就是明显违宪吗 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 自己违宪又不受制裁 这就是台湾每天在强奸自己那个宪法 连我个大陆人我看了 我都觉得很奇怪 这个台湾岛内每天你说这帮法院 这帮法官都在干嘛 既然违宪了每天搞这些台独 你又不宣布独立 这是我最气愤的 你他妈每天强奸宪法 你倒生出个孩子了呀 还不孕不育 有时候我看台湾很有意思啊 努力的强奸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努力的强奸你们这部中华民国 这个伟大的中华民国每天在那轮奸他 强奸他 你看这帮绿营 这帮绿区 这帮民进党 这帮立委每天在那强奸中华民国 就是不生孩子 就下不来子 努力的强奸中华民国 强奸了几十年 就是不宣布独立 就是不下这个子 你他妈在干嘛呢 你们在干嘛呢 我一想问问民进党 强奸了这么多年 连个子都不下 你们还在干嘛呢 自己肥了 老婆孩子都有了 台湾人养着你们 你们跑到美国都有别墅了 台湾纳税人拿着钱养着你们 就是不下 我他妈就奇了怪了 你说台湾人花钱养一条狗 养个猫 过一段时间是不是 他也能怀个孕呢 你这么努力的强奸 你个中华民国 你就是不下子 你们这帮民进党 你们在干嘛呢 我大陆人我都觉得奇怪啊 要不就独立嘛 来个痛快的 一决雌雄 是不是 台湾命运最终结定就完了 是不是 就看就看实力嘛 也不用再在 你在强调什么 谁对谁错了 那多累啊 警方军巫统不就完了吗 你就宣布独立多好吧 又不宣布独立啊 磨磨叽叽啊 我他妈又什么 我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 我们不需要宣布独立了啊 那那赖清德又说 永远不宣布独立了 那又说 我永远他妈强奸中华民国 但我永远和中华民国 不会生下孩子 我们不会 永远不会有结果 这他妈多恶心啊 操你妈 操你妈的 你们帮台读 你他妈再轮奸中华民国 连我连我啊 我大陆人我都看不过去 太他妈可恶了 永远 永远要轮奸中华民国 永远不出结果 操你妈 操你妈的 我希望像马银九一样呢 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这些人 支持中华民国 你们好好想想你们的未来 你们未来被这个民进党 被这帮砸碎 就这么控制吗 你们的下一代 就交给民进党这帮人吗 永远的轮奸 这个中华民国迁法吗 永远的轮奸下去吗 啊 中华民国就被他们糟蹋吗 好好想想我今天讲的 这是一帮什么人啊 这是一帮什么人 操你妈的 背后不就是美国吗 啊 不就是昂主萨克逊吗 啊 一方面不能让你毒 另一方面也不能让你捅啊 就维持这个现状 多恶心呢 多他妈恶心呢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 像经常看我节目 应该知道我的态度 我是武统派 真正解决台湾问题 还是武力统一 没有别的办法 只要美国还在 就不可能有两岸和平统一的希望 台湾人一定要记清楚 你现在就是被美国当工具 美国绝对不会让你那么轻易和大陆统一 你独立的那一天 也就是你成为美国工具 点燃你台湾那一天 统一 独立 都是台湾 最不愿意看到的 但也是台湾必须接受的 那么你台湾自己想一想你们的未来 你2300人能决定你们命吗 我一个大陆人 我现在给全世界华人讲清楚台湾问题 以后咱们再看到台湾人 不要认为他是什么什么中国 人家是不孕不育 我认为是台湾人